关战争以来的最大跌幅 拖累全球股市 尽管沙国声称是为了要惩罚俄罗斯 但是过去48小时陆续传出 沙国王室的重量级成员 因为谋反被捕 让中东各国都非常的焦虑 外传是沙国的王储再度出手了 依次搞垮他的叔叔和堂哥来巩固政权 等于是掀起了宫廷斗争 全球最大的石油蕴藏国 沙奥迪阿拉伯突袭发动了油价战争 大幅降低出口原油售价并扩大增产 正当全球经济被新冠肺炎 和大陆持为复工拖累 油市场原本就走跌 沙国的激进策略 更重创油价31.5% 创下1991年博安战争以来 单日最大跌幅 战鼓响起的同时 沙国国内却传出宫廷内斗 多名王族成员被捕 包括重量级大佬 现任国王的弟弟 也就是王储塞尔曼的叔叔阿迈德亲王 和塞尔曼的两名堂兄弟 他们被扣上阴谋政变的罪名 意图罢处国王和王储 可能被判终身监禁或处决 外界猜测动手的正是王储塞尔曼 为了巩固权力 除去可能成为国王继任的所有人选 再度掀起新风险 这位34岁的王储高大帅气 拥有沙特国王大学的高学历 却心狠手辣且心凶残 忍称暗黑王储有仇必报 2018年他曾下令沙国情志人员 绑架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绍吉 予以古剧分尸震惊全球 从小到大备受父亲宠爱 他不仅透过宫廷斗争 打破传地不传子的沙国王室传统 在2017年破格当上了沙国王储 又在父亲的授权下 至少策动了三次王族大肃清 大规模逮捕 软禁处理掉不少王室的殊国同辈 这次一次斗垮三名亲王 杀衣紧百 消息传出后外界揣测 84岁的国王健康状况 担心他或许时日无多 才会让王储突然动手 逼迫身体健老 但失智的父亲让位 记者寓意 灵机友报道